注意看 笼子中竟然关押着一个美丽的女人 只见女人突然往后一个翻身 竟然变成了一条巨大的蟒蛇 围观群众此时还不知道 这个女人以后是何等恐怖的存在 后面的男人一下将笼子砸开 无数电尾笼 蜂拥而出 现场一片混乱 受到惊吓的人们四散而逃 紧接着一只更恐怖的巨兽脱客而出 身如猛虎尾四祥云 竟然是来自遥远东方的神兽邹吴 邹吴破坏力惊人 而且身形敏捷 一动迅速 趁还没被他盯上 马戏团老板果断拍屁股走人 只见他念起咒语 周围的帐篷行李 在几秒钟之内就收进了马车里 就在场面即将失控的时候 一个男人站了出来 只见他不慌不忙 抛出了一根毛球棒 宗吴虽然神色依然警觉 但是身后摇摆的尾巴 早已暴露了他心中的想法 只见男人一松手 宗吴就不由自主地扑向了毛球棒 这个男人叫杰克 一个对神奇动物 特别有亲和力的魔法天才 这天杰克突然发现 空中漂浮着一只飞色手套 但显然这只手套没有恶意 皮特好奇地握住手套 下一刻他就被拉到了一处天台之上 在此等待的正是他的老师邓布利多 邓布利多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非巫师格林德沃已经越狱 和林德沃是个和万次王类似的狠角色 他的理想就是要消灭绝大部分凡人 建立一个纯去巫师统治的世界 为了完成这个梦想 他在寻找一个受到黑暗魔力眷顾的男孩 闪电 邓布利多希望杰克先一步找到闪电 事故医师杰克立马踏上了前往巴黎的旅程 然而开始就不那么顺利 杰克本以为要么坐着空中马车吹风 要么骑美丽的水龙飞驰 这个pose算什么 传送者对他们说 想要吸剪吹一条龙服务 至少要800块 奇怪的知识点又增加了 两人被传送到了巴黎的女世界 美轮美奂的魔法 让一切显得那么方快祥和 但光鲜的背后 也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黑暗 此时闪电和相爱的女人 巨蛇工人观赏 所以才有了影片拍头的一段 杰克将邹布装进提香后 自己也跟了进来 面对凶猛的神兽 杰克果断认走 邹布警惕地看着眼前的男人 但下一秒杰克解除了 困在邹布身上多年的锁电 这个举动彻底感动了邹布 另一边逃脱的闪电二人 寻找到当初领养她的一位老妇人 但此时魔法部的密太 已经追踪而来 密太一把将内吉尼困入墙内 老人还来不及告诉闪电绅士 就被一下击杀 愤怒的闪电 再也抑制不住体内的黑暗能量 汹涌的魔能轻易地 撕碎了四周的墙壁 愤怒地想要撕碎眼前的敌人 但密探只露出了一个诡异的微笑 就传送尼采 原来他竟然是格林德沃 安插在魔法部的间谍 这次行动就是要让闪电仇恨魔法部 果然没多久格林德沃就找上门来 招揽闪电 此时杰克为了查明闪电的身份 潜入了魔法部档案 但他们显然没来过中国 不知道每个图书管理员 都很有可能是隐藏大的 几只灵猫将他们围住 灵猫受到攻击就会分裂 杰克等人被逼逃入了后面的书架 但是书架一阵移动后 全部沉入了地下 灵猫们慢慢地包围了过来 却只看到杰克的皮箱 下一刻皮箱打开 一只恐怖的身影降临 赫然是神兽周武 几只灵猫瞬间感受到 来自东方神兽的温暖 简直以下一个小朋友 但是对面显然不讲武德 眼见灵猫数量越来越多 猛虎也架不住群狼 都无发动了天赋技能次元穿梭 穿过一片光怪陆离的空间隧道后 几人终于逃脱 此时外面无数丝绸 在黑暗魔力的飞动下 固满了整个城市的天空 格林德沃已经毫不遮掩 他的归来 所有信奉他的巫师 都会响应他的召唤 杰克等人感到会场之时 格林德沃正在给巫师们 展示他看到的未来 资源的争酌 贫穷引发的战争 甚至是那恐怖的核打击 他号召所有巫师清除人类 建立巫师世界 无数巫师响应他的命令 飞往世界各地 准备接下来的大战 而剩下来的魔法库 密探各个不知所措 但是格林德沃已经开始动手 恐怖的地狱魔艳被他召唤出来 不服从他的巫师 一个个被吞噬 杰克等人赶忙一个闪现逃了出来 但是地狱魔艳聚灵 变成一只巨大的幽灵鬼龙 冲了出来 如果不及时处理 整个巴黎都将被吞噬 此时隐居的炼金师 带领几人部下大阵 汇聚了现场所有巫师的魔力 终于显知又显得将魔艳封灭 但是一切才刚刚开始 随着黑暗狮子 加入格林德沃阵营 下一步的巫师世界大战 将正式拉开帷幕